女孩们聊着八卦 看到一个聚厚的海绵内衣 就猜测谁是那个不要脸的人 我说你病里面还要这么做怪的呢 好书文提议不要拿走内衣 看看谁会来拿 可衣服的主人一直没有出现 何小平一个人在舞蹈室练习 很晚才回宿舍 巧的是他回来的时候 那件内衣真好不见了 于是何小平成了大家的怀疑对象 好书文一副审判人的模样 心里认定了东西是何小平的 他不承认就说是撒谎 还要抢何小平手里的衬衫 看看里面是不是藏了内衣 可衣衫甩了又甩 并没有如他们所愿 好书文一伙人不肯罢休 撒谎精 我没撒谎 看那胸杖 肯定在他身上穿着呢 女孩说完就开始上手搭衣服 穗子剑他们实在太过分 想上去阻止 好在这时候老师来了 不然还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 Shorts时常有限 订阅我不迷路 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完整版